为了回馈球迷的爱,哈登亲程退役后会来中国打球,你知道他在中国的这些趣闻吗? 作为在中国拥有庞大粉丝群体的球星,詹姆斯·哈登又一次开启直播带货,期间透露了自己今年夏天为再次来到中国。 不仅如此,为了回馈很多支持他的中国球迷,哈登还亲程自己从NBA退役后会来到中国打球,这个话引发热议。 除了疫情期间,哈登基本每年夏天都会来到中国,而且这些年来没少贡献有趣的名场面。 首先是转盘梗,在2017年中国型广州战的一次抽奖环节中,哈登竟不知通过转动转盘抽奖,而是摆弄着指针, 这非常滑稽的举动也成为球迷津津乐道的名场面。 在去年夏天,哈登再次来到中国,还特意复刻了17年完转盘的名场面。 骑电驴也是哈登中国型一个去梗,哈登在2019年中国型入乡随俗,深刻体会到骑小电驴的乐趣,这期间还被拦住科普了交通安全的知识。 有趣的是,哈登同样在去年夏天再次重现骑电驴的名场面。 说到入乡随俗,哈登同样在2019年中国型期间上身特制的京剧服装,化身美然工。 哈登当时兴致勃勃学习一些京剧动作,而且模仿的有模有样,赢得全场球迷欢呼。 不仅如此,哈登在去年中国型曾与国内知名评球人徐静宇有过很有趣的互动,期间贡献不少搞笑的表情包。 当时两人还玩起一个考虑反应能力的小游戏,只见哈登在游戏期间开心扭身跳舞,并第一时间抢到球,在反应能力上明显更胜徐静宇。 很显然,哈登每次来中国都能给球迷带来很多欢乐,而且哈登也非常乐意与中国球迷互动。 除了给球迷签名,与他们合影外,哈登还会给求婚成功的球迷情侣送上自己的祝福,甚至在他们求婚仪式成功后兴奋扭身庆祝。 考虑到哈登性格如此随和,外加他非常享受在中国的时光,我们很期待他未来到中国打球后,给球迷带来更多有趣的时刻。